就是一個吃飯不吃 然後說你怎麼不吃 他就痛痛這樣 怎麼好痛喔 就這個人 然後當時姐妹們就 智商也有 智商盛長 他就是很喜歡在男生面前 他很喜歡在男生面前裝的一副 他的外表姿色呢 他真的還好 就是很普通一般人 可是就是沒有威脅心 而且他們就說 他在排行女的這段過程當中 普妹 普通的妹 普通妹 而且他就說 他在排行女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說 他很明顯就說 每次出去幹什麼 然後現場不認識的人 都是對溜柔有興趣 就是只想要跟他聊天或幹什麼 他說我們在旁邊要幹嘛 我們當然要除掉他 對 他就說 我們當然不要讓他來 他說他有什麼好處 他就說有什麼好處 都一定是被他拿走 誰知道他自己下 有沒有跟人家聯絡什麼的 他說當然不要再讓他來 每一次都是人家想認識他 那我就覺得很委屈 因為我也沒有想要人家認識我 人家會想要對我有好感 或是有意思 是因為可能我的工作在這個環境 人家會好奇 可是不代表 我沒有想要人家講 集怨已久的 不是 反正到最後 你現在已婚了 應該他們對你的怨對或威脅 少很多吧 沒有 因為當時其他姐妹推翻他 其他姐妹推翻他之後 我們就再也不跟那個人當朋友了 可是我對於這些姐妹 我就說我也不需要跟你們 計較一些什麼 因為你們自己會看清就好了 就是我也沒有因為 他們曾經排擠我說 我不要跟你們當姐妹什麼的 就是他們也是被害的 對 威脅呢 像我就是我之前在當護士的時候 我就是被學 因為我們那時候 當護士的學姐 學妹還滿重的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一起上班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 南部來的學姐 然後她就對我們 就對我非常的好 然後很照顧我 然後通常是你們正常的是 譬如說現在是7月 然後如果你要排8月的班 是不是你就在7月底的時候 可能說 我可能8月的某一天要休假 先說 對 然後我就8月某一天 我們就是家族要聚會 所以那天對我來講很重要 所以我就寫那天休假 通常是你在把那個班表 送出去之後 如果那一天 那時候沒有人跟你搶 正常來講 你的班就是你的 而且我們有規定說 不能連續放三天的假 然後後來我就是 班表一出去之後 我一拿到班表 8月的班表 我那天是要上班的 然後我就現在很奇怪 因為正常是如果譬如說 有個人要跟我同一天休假 我們兩個就要講到手部 就是講說看哪一天誰要退這樣 但是我交出去之前都是正常的 然後我就跟我學姐講說 我今天就是要休假 為什麼沒有排這樣子 然後我學姐說 好奇怪 你去問問護理長還怎麼樣 看如何 或是你要跟別人換班 後來我就拿那班表 去問護理長說 那個阿長 那個我那天要休假 而且我在那很久之前就寫了 然後我們阿長就跟我講說 因為那個學姐要回南部四天 對 正常是我們只能休到三天 但是她剛好要卡到 我們的第四天 所以她就犧牲我 對 就是因為她想要休四天 結果我那天就沒有辦法休假 她說叫我自己去跟別人換班 或什麼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是學妹 我就默默的就是想說算了 然後後來我們因為就是 1月比較吃緊 所以我們會上到88班 就是早上8點上到晚上8點 12個鐘頭 對 然後那時候那個學姐 也是要機嫁回南部 然後有一天我看到的班表 我的班表是從 今天是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 隔一天是從晚上8點上到早上8點 你知道因為我們平常 如果我們是很早期的人 如果你到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你身體會一直抖 我覺得在拿藥的時候 我整個身體快 就是一直在抖一直抖 我覺得我好像要掛掉 要來一陣的那種感覺 對 就是覺得自己很像 好像快死掉的那種感覺 而且因為公時真的很長 然後後來我就說 到底是誰排這樣的班這樣子 然後學姐說 對啊 上架也很累什麼什麼的 後來我才去問護理長說 以後可以不要排這樣的班嗎 因為我說 我甚至到坐公車的時候 譬如說坐公車 通常你睡著是就是這樣對不對 但是我就坐空中 坐一坐... 睡著了 然後我整個人腳沒有力氣 我滑出去 我滑到那個 對 我就坐在那個公車 前面的滴袍 我就這樣滑出去 然後就睡著 而且重點是我因為很累 所以我是躺在那邊 大概一兩秒之後我才起來 然後公車司機就說 沒有... 什麼...